唐天远怎么可能来咱们这种小地方 只有江小姐说了 唐飞龙 就是唐天远的化名 你说的可是真的 当然是真的 说是指鱼那是怪 我一个见不上去 就把师爷服务 当时的师爷 至颤颤巍巍 渲染玉气 背上不一样 天呐 咱们县令竟然是钦差大人 这么大的官隐姓埋名 到咱们这儿来呀 对对对 你们说皇上 他会不会也听过 我赵小六的名字啊 不对啊 他既然是隐姓埋名来的 为何这会儿 又让江小姐来说清他的身份 为何不继续隐藏 难道 是黄金安他已经查明 只是没有告诉咱们 哎呀 你管这些个干什么呀 我跟你们说啊 现在咱们可得好好表现 说不定 唐大人一开心 能带咱们上京城去呢 嘿嘿 晚了 晚了 就咱们这几块料 大人早就摸清了 等江小姐 带着唐大人回去成婚之后 谁还记得咱们 到时候咱们 试图无望 去清无门哪 这可不行 你想 咱们大人 跟咱们师爷 那可是天造地设的一对啊 是吧 没错 咱们得跟师爷齐心 嗯 你说对不对 江小姐 江小姐在找什么呢 没事 我就是四处看看 哦 我带您看看 好啊 这儿 这是大爷 江小姐 您是金枝玉叶呀 是不是 您肯定不会习惯我们 这些大老爷们儿的生活方式 你呀 还不如早先回去 这样也 不耽误我们 谭师爷办事 是吧 是吧 你你干嘛 我可是有加持的人 你怎么 能穿破损的关服呢 我 你 你别想拿这个 向我们唐大人告nos 只为一个吟响 本贤面貌知罪 我 我们三个操老爷们儿 连衬裤都是破的 要知罪 一起知罪 拖下来吧 我给你补补 你去 是 小姐 各位大哥 平日里替大人办案辛苦了 小女子也没什么本事 来这儿接住一段日子 正好替各位做些佐事 帮些小忙 以表感激之心 交给我啦 江小姐我的称库 称什么库称库 她说给补 自个儿补 你给我补 走 我补补补补补 我补补补补